哈囉,大家好,我是建平老師 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今天要來學畫風景畫 那我前面三十分鐘呢 會先示範畫一個風景橋的畫法 那在七點半的時候我畫半小時 然後在七點半一直到九點的時候 我就會帶著大家一起來 來學習如何畫橋 好,那我現在就要來示範 那我示範的時候 可能不會說太多 因為我要專心地畫 好 好,我們今天畫的這個橋 其實是比較古老的石橋 那 它的構圖呢 就基本上比較方正 那我們要取一個構圖的時候 最好還是要想一下你想表達你想要做的 你想要呈現的那個重點是什麼 好,我會先拉一個透視 好,先做一個 比較 比較粗略的一個構圖 好,那在畫的時候 其實我會考慮的事情 還滿多的 那一邊畫一邊分享給大家 好,就是說 就是說當你在畫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的是 你有多少時間 如果你今天是在外面寫聲 那你的時間可能會更短 好,那而且呢 如果說你今天 如果說你今天在畫 這個橋可能是白天 但是 你在經過 一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的時候 那它可能顏色 就會改變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要注意 就是說你在畫素描的時候 光線的部分 你也要先考慮進去 你想怎麼去表達 那麼 回到像今天我在畫的這個東西 那原則上 我只有半小時 那 我還是希望說完成度 可以高一點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 省略一些 一些 細節 然後去抓大塊狀 讓 整個視覺效果出來 這樣 這大概是我的一個畫法 那當然 有很多瑣碎的東西 我就會自己去 去做調整 那甚至我就是 把它簡化 就可能 就不會去畫它之類的 這樣 有時候細膩度的部分 是需要時間去做出來 那我們在 不管是在寫生 或者在教學的時候 你沒有這麼多的一個 時間的情況下 那 你只能夠 把整個 整個 氣氛抓出來 來去補強 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一個部分 不然 你便是說 如果今天老師帶大家出去寫生 然後呢 大家每一個人都畫得好細膩 可是呢 因為寫生總是要回家的時候 那我們一般寫生 可能是 不寒車程 不寒到那邊準備 或者是 要準備 去頭去尾的話 大概三小時左右 算是最長 好 三小時 那三小時 基本上 你畫水彩一樣 三小時 那你畫素描 的話 那是不是能夠更快 這個不一定要看每一個人 他 他刻畫的細膩度 那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 比較 欠缺的就是 比較仔細的觀察 那所以我只能夠說 這一張是小張 也就是說我現在坐的比較遠 離這個橋比較遠 那我用一張 比較放大一點的 來去補牆這個部分 讓我可以看得比較清晰一點 那實際上你們如果在現場的話 那你們其實可以 先繞一圈 不急著 就去寫生的話 他有趣的點就是你可以到 真正你要畫圖的現場去 那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 時間允許或者是你覺得你 一定畫得完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走一遭 然後去感受一下他整個 整個環境跟他的那個氛圍的部分 然後感受完之後去選擇 一個你覺得最 最感動你的一個畫面 然後你就坐在那裡 然後把它描寫出來 我覺得寫生就是這樣 你說同一個主題 但是有不同的角度 你可以去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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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句話其實都很痛苦 好 我現在在畫很多的 先從大構圖開始 然後呢 我現在都還沒有真正的下句話 我只是把大構圖 把它縮減成比較小的構圖 然後呢 再把每一個部分的質感稍微 把它畫進去 呈現一下 那邊呈現的時候你就邊定位這樣子 不要追求一模一樣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 你會變成說你刻畫的東西會太久 寫生或者是畫風景的話我覺得 對我來講的話就是 把一個 譬如說你在森林裡面 有一座古老的橋 那麼他在這個森林裡面 很久 然後所形成的一種古老的感覺 那怎麼形成的 你可以用畫面 你在畫的時候你就可以去感受 然後 那當然邊感受就邊學習啊 就說 原來古老的橋是長這樣 那像我的畫 很多的工作都必須要畫概念設計 譬如說我要畫 可能繪粉啊 或者是我可能要設計 某個 卡通的場景啊 動畫的場景啊 那麼因為我有畫過 這個古老的橋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 喔 橋原來是 它古老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 如何的斑駁 然後旁邊 旁邊的這個 樹又是 如果這個地方是人煙稀少的話 那它又是怎麼長的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其實 你真的是在 對著大自然學習 大自然在教你很多事情 很多的 歷史 就是說 原來 這個地方它 很久沒有 人煙稀少的時候 它會呈現這樣的狀態 那橋呢 是人工的 那旁邊的這些古老的物件呢 就是 慢慢慢慢 日積月累 形成的 你在畫的時候 畢竟跟 你的風景 還是會有一點點差異是 你不可能全部畫 不是叫你偷懶 而是說 我覺得每一個人必須要去 學著 取捨 大自然有很多的東西啊 然後你因著時間不夠 然後你因著 很多的限制 那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就必須第一個 你就要去取捨 你想畫什麼 重點 重點這件事情呢 就會是很重要 就是每次你在畫圖的時候 譬如說你去到一個花園啊 這麼多花 對不對 你不可能每一朵都花 所以你就必須要想辦法去找到你的感動的那個點 然後去把它呈現出來 那當然我們在畫的時候 還是會觀察啦 就是說有一些 畢竟 光影的東西 大自然啊 你在畫 寫生大自然的時候 其實光影真的還蠻重要的 因為 它就是一個很美的 很美的東西 所以光影的呈現 所以光影的呈現 這件事情 也會稍微去考慮 現在的話就是說我們先 大概的勾勒 勾勒一個整體的一個 平衡 平衡感 譬如說我這邊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樹的感覺 這邊 有另外一個 這樣的 那它有一個旋轉 然後這邊是水 水的方向 這樣 所以我這個比較遠景的部分呢 我就會去 放掉 好 那麼你在畫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必須要去 去思考 我的線條要怎麼去表達 我要 把它放開 我後面要放 我前面要 畫清晰 那我要怎麼做 好我現在已經花了13分鐘 然後 把它整個構圖完成 那接下來我就必須要去 加重一些重點的部分 那整體的去做一個 加深的動作 這個 這個部分現在算是還蠻 蠻淺的 那它可以 你看我在畫的時候 其實大概都是這樣 我畫的嘛 我並沒有拿橡皮擦 因為我讓這個線條保留在上面 當做一個 一個底 那這個底其實還蠻好看的 你就可以留著 好 那我剛剛拿的筆呢 是 2B 是2B 2B 我現在改用6B 來 把比較深的部分 去做加強 好那當然 重點是在喬嘛 所以我喬的部分 我會先描寫 好 喬 我剛剛已經 有一個底了 所以呢 我在 用6B的時候 它其實 輕輕的 它就會 感覺還蠻重的 所以那個 顏色的部分 還是要斟酌 你在畫的時候 是慢慢去 很像什麼 很像把它燻 用煙燻把它燻出來一樣 的那種感覺 好 你可以注意一下那個橋的部分 那個橋 它圓弧到 比較斜面的時候 它比較 比較斜 對不對 但我畫有點圓 對不對 但我這個部分 我不會去做修改 因為我覺得 呃 當我離 就它不會是一個 妨礙 妨礙我的一個部分 不管是立體感啊 或者是視覺啊 我都覺得 還好 所以我就不會 再去 要修得跟它一模一樣 那是沒有必要的 好 然後一樣 就是你在畫的時候啊 你的手法 都要輕一點點 不要去傷到紙 你傷到紙的時候 你到時候要 要去 你到時候要查 真的有困難 所以 好不好 輕 輕輕的 然後在畫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是 呃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 我會試著用想像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接近它的話 我會試著用想像的把 這中間的一個 一個感覺把它畫出來 一個感覺把它畫出來 那當然石頭的部分 我現在都還是一樣 都輕輕的 因為你已經換了一支筆了 所以你輕輕的它其實就很重 它顏色下去就很重 如果你還再去 去刻的話 那就太清楚 有點 就會有點難看 那當然越遠 那當然越遠 其實越遠的意思就是說 其他 只有這個 這個部分的 石頭需要刻畫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可以帶過著 你不能所有的東西都是重點 這樣 橋 然後橋的一個基本色 我在畫的時候可能會顏色的配置啊 那 我認為水啊 水的部分我還是希望它保持比較白 那 最暗的 最暗的部分現在 應該就是我在畫的這一塊 這一塊應該會是最暗的 我已經花了十八分鐘了 我已經花了十八分鐘了 我可能需要 多一點點的畫圖 少一點說話 不然 我很多的 重點會畫不完 好 我現在畫古舊的 那個 圖 那個藤蔓 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法 這個部分的話 還有一個水 好 我現在加速了 這邊喔 這邊已經有一個基本的 好 有一些東西 我就要用塊狀來帶喔 不然會來不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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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的上方 好 橋本身呢 有一個 分界 我還是要把它拉出來 然後這個地方被藤蔓覆蓋著 被藤蔓覆蓋著 一點點 這樣 好 好,這個線就把它拉過來 這邊我就會放掉它 然後到這邊稍微抓一下一個底 好,它整個大結構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好,我要把這個前面的石頭稍微只是帶一下就好 這邊還有一點小植物 好,石頭上面點點點就代表 好,這邊我就放了 好,然後這邊就要自己想像的水 好,前面有一個石頭 石頭上的可能有一點點花的感覺 還有帶一點草 好 這個是石頭的表面 好,水裡面的石頭 好,橋底的反光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稍微用相差來協助 插出一個 光澤感 光澤感 好,樹木一樣 我前面講太多話了 所以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現在 全部以大塊狀來處理 好,就是抓氣氛 氣氛要出來 來 這前面也有一些石頭 這前面也有一些石頭 還有一些草 還有一些草 好 然後呢 我把這個石頭全部上 也呈顏色 好,然後呢 這邊是 然後水保持白色 水 水還是要有一點點質感 然後 然後 好,這是背景 背景的話 我也拉一下 讓它的 線條不會這麼的 吸收 然後到下面 這個水 有一點亂啊 這裡 好 順便拉一下 模糊 好,然後再把 顏色做一下 去做一個 快狀的 像這裡 做 做 然後這裡 樹本身 樹本身的顏色也有 有一點 這裡比較多 然後為了構圖 可能 這水 可以 流多一點 好 做一點點 效果 擦一下 一種水流的效果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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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一點 進去一點 不要這麼突兀 好 時間不夠 但是呢 你要在有限的時間裡面去做出 比較 比較理想的一個 一個構圖 一個構圖 好 剩下兩分鐘 所以我就會 稍微 去 去補強一下一些細節的部分 但是 那 現在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然后再抓一些线条去稍微 弥补一下时间不够的那个 如果说呢 有要考试就考美术的同学也是一样哦 就是当你在最后关头了 就是你时间真的来不及 你一定要在整体去做 就是好,我真的只有一分钟两分钟 你很多的那个角度颜色或者是线条的东西 你可以去抓一下 你的分数会比较高 因为第一眼的印象会觉得这个东西还OK 就是你的画面处理有到位 就颜色上面 颜色上可以 桥的部分颜色上面可以重一点 增加它的重量感 好,然后接下来纯属想象哦 就是你必须要整体的去 去思考你整个画面怎么样可以 让它看起来更理想 所以我会在明暗上面再去做加强 所以我会在明暗上面再去做加强 好 三十分 先這樣先這樣 其實還有很多部分需要去處理的 譬如說像水的透明度透明感 然後像樹葉 樹葉它還有一些細節前後層次 那當然圓井的部分還有橋跟前面石頭的這個部分 其實都還可以再做 然後再來就是譬如說最前景這邊 水裡面的石頭這都可以再做 做起來的話它整個構圖會更美 好 前面先示範到這裡喔 好 我來 好 我前面示範先結束 然後呢 好 我先來看看同學 我每次都會複習一個重點 就是你畫樹苗的目的是什麼 好 那像我們今天畫風景 好 那我們前一次畫 好 什麼 前 前一次畫人 好 不管我們畫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的手眼一致 讓我們的手眼一致 我們想像什麼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出來 這是還蠻重要的 這是還蠻重要的 然後 然後 就像我剛剛在畫 速寫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問題 像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時間很短的時候 你該怎麼處理 不能因為時間短我們就亂畫 時間短有時間短的處理方法 然後時間長也可以做得很細膩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 我們就是在每一次的畫圖的當中去體會 那因為素描嘛 所以它用的筆 其實就是鉛筆 那它能夠運用的一個部分就是筆觸 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畫什麼東西 要用什麼筆觸 那這也是 我們可以去觀察 一些畫家 我們也可以在畫圖的時候 去開發自己 屬於自己喜歡的那個筆觸 好不好 所以這個的話 再一次重生 就是說你在練習滑素描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目的在哪裡 你就不會去 我這次怎麼畫那麼差 因為每一次 每一次在畫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這個畫得好 那畫不好 但是一定有學習到 那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要去考慮 你的體力 還有我剛剛講的時間嘛 譬如說你只有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半小時 你的時間不同 那如果你在半小時裡面 你要畫一個四開的 那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你就會變成是很累 你根本就 你整個 你可能用碳筆用什麼 但是 你整個畫圖的效果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 我時間短 那我是不是畫面 我就縮小一點 然後我的結構 我的 我在畫的時候 可能就是 以塊狀為主 而不要以細節去刻畫 以光影為主 然後大塊大塊的話 會比較快 那這些你在畫圖之前 你要去考慮 不然的話 你會變成是 你畫得太細 譬如說你這邊畫得太細 其他地方變塊狀 那這樣就不好看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你要去考慮說 我現在只有半小時 所以我要怎麼畫 這樣 好不好 所以紙張的大小 還有體力 我每一次在畫圖的時候 畫圖之前 都要先思考一下 好 然後呢 基本的手法 不要忘記了 就是你在畫圖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畫完之後 這邊都黑黑 黑掉了 所以 你 當你這樣子壓下去的時候 你 這邊也會被你弄髒 雖然說有些人他會 放一張紙 然後這樣子畫 但是呢 就不方便 你就沒有辦法去觀察 整體的畫面 所以你就用小拇指 稍微頂一下就好 小拇指稍微頂一下 這樣畫 如果你畫到這邊的時候 注意看喔 畫到這邊的時候 你小拇指稍微頂一下 不要去磨它 就還OK 好不好 所以基本的手法 讓我們再提醒一遍 好 接下來就是 我剛剛也有講過啊 就是說 我們在畫一張圖的時候 你不要去追求的 我們現在是看照片 那你不要去追求跟照片 一定要一模一樣 那是沒有意義的 你每一次訓練一定有意義 如果說你今天要訓練是 我看到什麼 我能夠像影印吉那樣 畫出來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去追求這一塊 但是一般我們在畫樹苗的時候 我們會去考慮到 可能譬如它的結構啊 我們認識這座橋啊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 古老的橋怎麼畫啊 然後在森林裡面的一些植物怎麼長啊 然後它離我們這麼遠的時候 然後這麼大從我們怎麼表達 我們在短時間內我們要怎麼畫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我們會在每一次畫圖的時候 等於是你會對自己去問自己出功課 然後你就會學到東西 所以追求跟照片一模一樣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或許是目標之一 但是它不是絕對喔 你反而是你的構圖比例還有美感是最重要 你取捨旁邊我不要旁邊 然後我只針對這個橋去刻畫也可以 那那個部分就會是你的一個想法的展現 好 這個前面就是一些概念的一個述說了 好我們從現在開始呢 就是要進入到十座 好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樣就是 你也可以拿起2B 如果你們家有2B的 2B的筆或者是6B 至少啦一個升一個錢 那我們來試著 然後我新的一張圖 新的一張照片 左邊 這左邊的這個照片呢 一樣是下面的部分是放大 把這個橋的部分放大 上面的話是整個構圖 好 那麼 我有寫喔 繪圖的順序 你還是要去考慮 一開始你要去考慮說 好 我先暫停一下喔 我先看一下 我們家的同學現在 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問題 我看一下 我們家的同學 嗨 又人來了 好 好 我就是要看你們有沒有問題啦 我才要開始 開始講 好 有問題的話可以寫上去喔 因為我 我現在就盡可能的都 在直播的過程當中 我都連續講 那這樣子的話等到你們 之後回放 或者是 我PO到YT的時候 你們在看的時候 才不會中間有很多 很多停頓 然後在 不知道在等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一陣子 會不會來看你們的問題 所以 我在講的時候 我就 我們不回答 然後一陣子的時候 我再 把你們的問題一次回答喔 好 我現在就要開始來 從一開始 我看現在是7點42分 好 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把整個 從頭到尾講完 如果你手上呢 有2B 有6B 你就準備好 然後橡皮擦 那我們就會從 開始 你怎麼去面對一張圖 或者一個風景 然後來開始去做 一個 一個作畫過程 好 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開始要畫的時候 我們先觀察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的話 不管我們寫聲 或者我們看照片 好 那 它總是有一個最大的範圍 那這個範圍呢 這個範圍呢 它一定有個重點 好 那我們一定要把這重點抓出來 可能每一個人不太一樣 但是呢 基本上我覺得 以這張構圖來看的話 應該大家會知道這重點是橋 對吧 好 然後其次呢 就是 這個 流水 然後呢 流水旁邊有石頭 那兩側呢 就是樹的裝飾 最後面 橋的後面呢 就是一些 樹林的一些 比較 圓圓的 比較圓景的部分 我們要先看清楚 我們要畫的東西 好 再來我們心裡面要去思考說 這個圖裡面有很多 雜雜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我們等一下 是不是要畫 譬如說它有葉子 有沒有 它好像水裡面有葉子 水裡面有葉子 有一些葉子 是樹上掉下來的 好 這個要不要畫 好 那如果不要畫 你該怎麼處理 好 那這都是我們在畫圖之前 我們要先去看到的問題 跟面對的 好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很輕鬆的態度去 去面對 好 開始怎麼畫呢 很簡單 就是 不要 你 你不要 想說 喔 我就開始畫了 什麼就開始畫 就是說 畫一個 拱形的 畫一個拱形的 橋 然後開始畫 這樣 不要 一樣我們要從最大的構圖開始 好不好 最大的構圖 我們必須要先抓出來 就是 一樣 我抓的時候 我就會先用一個 很隨性的感覺去抓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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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抓一個 水流的部分 水流的部分 這線條亂都沒有關係 好不好 水流部分 然後 好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我的整個畫面呢 水流 然後我的橋 想長在這裡 然後 我的 我的橋 想長在這邊 我的山坡 另外一邊山坡 石頭 好 我會反過來喔 就是說 我以我的紙張為主 我的風景為福 因為我最後呈現的是一幅畫 而不是一張照片 如果我今天 你注意看這個 左邊有一顆大石頭 我覺得這顆大石頭 有一點點 太大 太突兀 如果我的 我的位置又挪不開 我的角度就在這裡 我會 適當的把它 縮小 那當然這中間 就有很多小石頭 好 那我們就這樣做 好 那這一樣 前面這有一個大石頭 好 還是那一句話喔 不要 不要造超 你要的是 你現在如果是在現場 在寫聲的話 你要的就是 去感受這個 這個環境給你的感覺 好 那當然現在 如果以這個張照片來看的話 好像看不太 我看不太出來 它是 上午 中午 還是下午 我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的陽光不是很強 那這個 這個狀況其實 很常見 就是說 有很多時候 我們出去寫聲的時候啊 我們的那個風景 都不是真的很美 好 那 這個時候你就要靠你的 一點點的想像 把你的那個 風景抓美一點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我們也會講到 好 好 好 我覺得 當我有一個 簡單的構圖 構圖出來 我數還要 我數也是這樣隨便 只是一個方向 一個比例 一個大小的比例 這邊有一個歪的數 然後後面呢 後面有一些 比較 愛的 這邊是 好 照片 我再講一照 照片是讓我們 照片是給我們 應該說照片 或者你去寫聲的時候 它是一個素材 你先看到的橋 你先看到的石頭 你先看到的樹 可是當它坐落在你的畫面的時候 你是主人 你的美感你決定 你想怎麼樣去讓它呈現 你只要不要說橋 畫成飛機 我覺得基本上 沒有問題 然後它這些素材都可以讓你操 你看這個石頭的感覺 你就可以把它操進去 那原則上 你畫的是跟它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 你不會一定要畫成一模一樣 因為一模一樣 我剛剛講的 你要怎麼樣去訓練構圖 就是在這時候 這個素材給你 這個素材 你覺得不夠美 那我可以 再去做調整 然後等一下呢 我就用這一邊的元素 把它加進去 然後前面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坡 這個坡就像樓梯一樣 它有幾個 幾個坡 這邊有一個 一樣 這個坡就是給你觀察的 給你觀察 觀察出 我這邊有一個小瀑布 不一樣的 然後 然後這邊就是一般的水 好 那麼如果一張畫這樣 然後我的構圖 我一張畫裡面 大概 三分之一的位置 我把橋放進來 然後其他的部分是河流 好 那我會覺得還蠻美的 所以 跟它比起來的話 我等於是把視覺再往前後再拉 拉長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前面構圖的部分 那 你在構圖的時候 你要 同時考慮透視 同時考慮透視 就是 因為我現在 我沒有辦法說太細 因為我怕說太細的話 你們會 會吸收不了 簡單講就是 遠的要小 近的要大 遠的要小 近的要大 好 舉例喔 我們說石頭就好 石頭 你近的 近的部分 你可以啊 你可以有一個大石頭 沒有問題 因為它 照片這邊有一個大石頭 近的部分 你可以有一個大石頭 然後 所以我會把這個 這個部分縮小一點 就是因為說 它如果太大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 又不好表達它的遠近的時候 那就很容易 你知道 視覺上就不好看 好 所以同時考慮它的透視 還有它的一些平衡 譬如說這邊有石頭 這邊有石頭 其實幫助它有平衡的感覺 好 至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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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其實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不會太在意 你說這個部分 以後真的是石頭嗎 不一定 我們只是在前面構圖的時候 我們在畫這個Sketch 我們在把這個顏色放上去的時候 的第一步 我們像打底一樣 我們先讓紙張有線條 但是 我之前有講過嘛 我們畫圖的時候 就是用側邊 然後不要去壓它 好去 好像去撫摸這個紙張 讓這個紙張有一個線條的感覺 讓整個情境好像有出現 好 然後再來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要修一下 我覺得這個曲度 這個曲度 我覺得它有一些好東西 我會想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我會把它曲度 跟著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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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自然在教我們 在教我們怎麼樣是美 有時候美也是你自己去定義的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你跟大自然就產生一種互動 好 好 我們就簡單的把 你看喔 就紙張 出現了非常多線條 那這個線條其實 不管是你弧度 或者是曲度 或者是畫圓 我們都是非常的輕 然後 慢慢的它產生了一個空間 一個空間 一個往裡面的空間 然後呢 你針對這個空間 你可以再去修 去修飾 我覺得 它的平衡的感覺 怎麼樣抓 怎麼樣它 它的感覺更好 譬如說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抓平 這邊是平的 這邊是坡度的 你覺得這張照片的 它的左右的感覺不錯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然後我現在畫的時候 都還是以這種 很 怎麼講 隨性 很隨性 因為你現在是 還是回到我剛剛那句話 你現在是在 把紙張留下線條 留下線條 產生空間 輕鬆 輕鬆 你在寫聲的時候 很輕鬆很重要 或者是你在畫畫的時候 有想法你就把它加上去 你覺得 然後你不用下米茶裡茶 你保留著原本的 好像有點傾斜 我抓一下 抓一下它弧度 然後覺得它是瀑布 那我抓一下 勾勒一下 在前面的時候 很輕的筆 可以讓你訓練你的 某種程度的速寫 你把這個 隨性的筆 把它 畫重一點 它就變成很 很像速寫的東西 好 那麼連同可能有一點點的 陰影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去加 你在這個時候都還蠻隨性的 你知道嗎 在大自然的時候 你在畫的時候 本來就 不用太嚴肅 去感受 我覺得這裡是比較深的 去加 但是呢 盡可能你的線條 線的感覺 不要這麼重 然後 筆觸呢 順著大自然走 順著大自然走 然後遇到這個地方 有那個 樹葉有沒有 小點 小點點 或小小圈圈 去做一點點雜訊的感覺 雜點的感覺 至於說這個東西 未來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畫圖的時候是 你可以說 我沒有想像 我畫完會什麼樣子 我只能想像可能 應該說我會想像 但是我想像的 跟我畫完的 不一定會一樣 因為有時候你在畫的過程當中 你會去修正 你會覺得 這樣比較好 那樣比較好 你會再去修正 有時候你想像的 嗯 想的很美好 但是實際上畫出來 可能 並不怎麼樣 好 目前線條 在加的時候 就要注意喔 就是當你線條越加越多的時候 那有一些看不清楚的 你必須要讓它持續的看清楚 你必須要再加回去喔 比如說橋的內側啊 好你注意看 像橋 橋的內側 它這個圓跟我的圓 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不會影響到 我描寫的重點 所以我就不會去改它 如果呢 如果它是圓的 我畫成方的 那我覺得有點差太多 我就會去修正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一樣你們就是要 要去 去思考 然後在畫的時候 是不是有景深的產出 如果說你在畫的時候 欸 覺得好像沒有景深的產出 有一個 有一個小撇步 就是一樣 你遠近的顏色 一定要有一個漸層 譬如說前面深 後面前後 後面深 前 這樣 好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 還是後面深 前面淺 會比較好看 好 那所以 我後面的部分 會加重 後面部分 後面部分加重 加重 它就 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 後面部分 一直到這裡面 我都會加重 對不對 好 然後 然後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很好看 它是雜的 所以我會抄著它 這邊有一顆石頭 這石頭我好啦 我會保留 保留著 但是呢到時候 可能造型上會再修正 好 然後 你如果越畫越前面的時候 你就顏色就必須要淡一點 去針對一些 重點描寫就好 好 那它有一個曲度 它有這個 有一個曲度 你這個曲度要保留出來 好 這邊一樣是雜訊 雜點 我們仍然是用圓圈的感覺去帶 欸 同學你有跟著我一起畫嗎 如果跟著我一起畫的話 會比較 容易跟得上 就是因為我都會提醒嘛 如果只光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自己的那個 學習 吸收的部分就很少 就 比較可惜 好啦這邊有石頭 石頭的話 我還是會有 用圈圈的代理 好這個地方太工整了 這個地方要被我打散 太工整不好看 大自然最機會就是 這個 很工整的東西 好啦 一樣喔 那個原則不要變喔 越遠的地方 顏色要越重 好不好 這個部分要 好這個是 橋的 上方 你看我現在都還沒有描寫到細節 我現在在做氣氛有沒有 好氣氛還蠻重要的 你氣氛做的夠 你後面其實就很輕鬆 我等一下就會證明給你看 好就是 好記得這個地方是 遠的 遠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是近的 所以近的部分的話 你就讓它比較白就可以了 好注意你在做的時候 有一些原本你要保留的 比如說S型啊 或者是它的一些構圖的 一些效果 你不要因為你在那邊畫這種線條 然後就不見了喔 那個 那個部分你要 你要注意 你還是要注意它 好不好 好我們在畫的時候 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現在講的是風景 那它也有可能可以用在 譬如說你畫人物啊 你畫什麼 一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 風景的話它其實是比較適合的 好我先有點像打地機這樣 我們把 我們把這個 遠近的一個 感覺先拉出來 雖然說還不知道細節是什麼 但是你至少知道說 這邊是比較遠的 然後它可能有些 石頭的一些影子啊 那那個部分的話 我沒保留 好 現在的感覺就很速寫 所以各位同學可以用我現在這個方式來試看看 現在這個方式在畫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 它可以發揮它可以呈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就是說你在畫的時候其實同時你是享受一種 你自己也在好像身歷其境在裡面 然後也在 不知道在發現什麼 然後你一步一步的把這個 它的景物把它發現出來 是蠻有趣的 好 現在目前的話 目前的話 它整個S型的部分啊 這裡 從這裡 S型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 這邊可以再做誇張一點 這邊 可以再做誇張 或許是 就是 這個是我個人 跟它實際的狀況 不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我個人會 希望這個地方 然後 讓它 讓它 這樣 它的 S型 我會覺得比較美 它美跟喜好不一樣 好 然後 不管我們用圈圈 或者用斜紋 我們 我們都在創造一種 質感 對吧 像 河流這個中間的部分 大自然教我們怎麼畫 河流這部分 好像比較多這種 橫紋對吧 我們就去學 學它 好 然後 這邊 兩邊的石頭的葉子 我覺得每一個人 他可能可以開發出 他自己的筆觸啊 那我就用圈圈 不同的圈圈的感覺 來去代替 那當然就是 我們可以觀察一些 顏色的部分 譬如說 靠近 水邊 的 我也可以順便強調 S型 我就可以把這個 比較重的 葉子的部分 把它拉出來 那當然葉子 如果以 顏色來看的話 它是比較白的 所以等一下 後面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用長的 因為呢 我們現在都不 不傷指嘛 對不對 不傷指 好一樣喔 你們越畫到 越後面 顏色就會 越來越重 重到一定程度 請不要再繼續 用這一支筆了 這是2B 2B 它當然可以更重 但是呢 它就會傷指 就請你 換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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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然後6B的話 一樣就是 顏色比較 顏色比較重的部分 它就可以輕輕的 帶 帶出來 顏色比較重的部分 像這個橋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加重一點點 在加東西的時候 不要一次給它加到猛 猛加猛加 你到時候 你就會 失去那個 那個感覺 你不要讓你的感覺 跑掉 就是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的畫面 它回饋你一種感覺 這個感覺呢 譬如說我覺得這個地方 有一種 模模糊糊的霧氣感 或者是 有一種 你不要 你要順著你的畫面走 有時候畫面給你一個很美的感受 你要去 體會 好了 有一個問題會出來 就是你看喔 這邊 跟這邊 越加越深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看到樹 樹其實比較淺 好不好 所以這時候呢 該是用橡皮擦啦 就是有一些東西呢 我們開始去整理它 前面這個部分的話 已經在整個空間跟構圖 已經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概括了 這 你就可以開始慢慢去修細節 好 我到這裡呢 我先來看一下 我的好朋友同學 來看一下 嗨 玉倫 嗨 有 跟著畫很好 跟著畫很好 但是畫的不一樣 不一樣才好啊 你畫的跟我一樣的話 就不好了 是不是 每個人都一樣 就是要畫的不一樣才行 好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有 很多時候就是 為什麼 有時候老師會帶著寫生 然後老師也會畫 有時候就是跟著一起畫 那一種 不一樣的撞擊 互動 然後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就會有不同的感受 感受是最重要 感受可以讓你的眼界 讓你的美感 每一次都會不一樣 好不好 我要拿橡皮擦 接下來我們要來擦 我們的樹幹 好擦樹幹的時候一樣 就是大概的位置 擦出來 擦出來 好 那樹幹小心啊 小心 你在擦的時候 盡可能就一筆給它到位 不然的話你就會變成是說 你就破壞你原本的那個 那個線條 就很可惜 就不要畫的時候給它扭曲 就不要畫的時候給它扭曲 好在擦的時候可以 這邊的話是比較彎曲的 好啦你看 這兩個已經有一個平行的感覺 但是 它 扭曲最好不要平行 不好看 所以我會把它下來一點 然後從這裡再上去 這樣 大概去擦一下 好 然後再來是水的部分一樣 水的部分 稍微 稍微 有一些 好 那個 注意看我的眼睛 不是看 不是說看我多美 看我的眼睛就是說 你在畫畫的時候 很多時候 如果你注意看 在畫素寫素描 在寫聲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在畫 畫畫畫畫會講 瞇著眼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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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畫的時候 偶爾可以 尤其你在寫聲的時候 為什麼 當你瞇著眼睛看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 重點就會出來 你只要去管那個重點就好 瞇著眼睛看 很多的雜訊就不見了 好不好 這個部分的話 小撇步 學起來 好 你在 在擦拭的時候 在擦拭的時候 要跟著你的 跟著你的 這個 你原本的那個筆觸 譬如說像 河流 河流你是橫的 那你在擦拭的時候 你就稍微要跟著走 樹是直的 稍微跟著走 所以這還蠻重要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樹葉的部分 有沒有 這掉了滿地的樹葉 這部分 我們可以略略的 稍微用點的 有沒有 去 去擦出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顆粒感 但是要夠尖 好不好 夠尖 如果很鈍的話 一點就很大 就不好看 夠尖 好 那像這邊也是 這邊比較黑的部分 像這個 這邊 糊糊這邊也有 它其實是有的 所以你就稍微擦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現在在畫的時候 並沒有用刻的吧 就並沒有看到什麼 畫什麼 對吧 我們現在在畫的時候 就是 我們抓它的元素 放進來 譬如說它有白白的 白白的 那一點一點的 我們就抓它的元素 放進來 然後用你的美感去抓構圖 去抓那個比例 那個感覺 好 大致上 我們先這樣子抓 好抓完之後我們等一下就是要來開始處理細節的部分了 好 還是整體的那個整個架構還是要看一下 視覺旁邊 整體 有沒有那個 你的味道能跑掉 是不是 這樣 整體先裝出來 好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從這個地方開始畫 畫細節 好 細節你再拿回2比 你不用到6比 因為細節 不是說要畫黑 不是 而是開始要去把它的一些 呃 比較 快狀的部分 還沒有到很細 比較快狀的部分 把它分離得更清楚 好 譬如說像 像 這裡啊 橋的這個邊 有沒有 這裡 把它抓得更清楚 那它就沒有必要 一定要 很深 很重 或勾勒 邊 沒有 提外話你有沒有覺得今天的聲音 今天的那個 聲音啊 就我講的聲音 你從麥克風聽起來 有沒有比較好聽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話幫我 幫我加個愛心 讓我知道好不好 好 因為我 改了那個 錄音的 方式 我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好 有 有的話 幫我用個愛心 好不好 我等一下來看 好啦 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點的這個 這個部分 先拉出來 好 這時候我可能就會 不斷的換筆 原則都一樣 就是說 我不要 用我的筆去壓我的畫面 或刮我的畫面 我只是換筆 這個筆比較深 我還是用輕輕的畫 輕輕的畫 然後去 把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把它表達清楚就好了 好 譬如說 開始旁邊會有一些 這個 不規則的 不規則的這個 石 石頭的部分 它有大有小 在小胸 裡面 在小胸 裡面 在小胸 裡 有小胸 原則 在小胸 裡面 有小胸 是 將胸 有小胸 有小胸 在小胸 裡面 有小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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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被想有這一套 然後有時候 裡面 好 一樣我就沒有要刻一樣 但是它會是我的素材 我會知道說 它有些地方的破損 而且它有些地方不一定要這麼整齊 凹凹凸凸凸凸凸 然後這個地方我會讓它擦得更乾淨 它就會完全轉過去 好 石頭的部分 當然這個裡面我也可以稍微轉進去一點點 還是要以一個畫面去考量 你的那個顏色不要說一次壓得非常的重 你會很難掌握你的下一個步驟 所以一定是慢慢去加 好啦 然後再開始畫旁邊的這些石頭 那你這邊有樹嘛 你等下在畫的時候你就要稍微 小心一點 不要去碰到 這些石頭原則上呢 一樣 我們要先觀察大概它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不要去磕它 磕它沒有意義 因為你磕它呢 下一個人來看的時候 也不會一模一樣好不好 好 畫樹幹 畫樹幹一樣就是很多細節看不到 但是像這些啊 我之前有一些小課程 就是畫這個大自然的一些小課程 有教過一些零件嘛 樹幹啦 什麼的 那你這時候呢 當然你就可以用得到 就是一些小撇步 畫樹幹的一些小撇步 譬如說 在畫的時候就是要這個線條要抖 不要 當然你還是要觀察樹種啦 也不是說所有的樹都一定所有的樹都抖 但是呢 它有一個邏輯至少要看起來像樹 對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很重要 好 然後再來是你要表達它的深淺 不要一次做到位 因為呢 你很多東西沒有做 請你放手 再換第二顆 然後當然還有第三顆 好 那當然後面樹我都把自己想像 因為它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去營造這個環境的感覺 所以它超過這上面我就不要再畫上去了 就是說 就要開始放開 你看 你所有東西就要放到這裡就好 好 我們來畫直的 直的樹 注意光線 這邊比較重 我現在畫的這一邊是比較重的 那另外一邊比較淡 好 那前面呢 前面這個構圖不錯 我把它抄進去 這個就是樹葉 它剛好擋在這個 它剛好擋在這個 好 一樣就是我的 我的YT裡面有教如何畫樹葉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一下 就是有很多時候我們在訓練一些小元素 那一些元素可能一開始畫的時候沒有這麼有趣 無聊 但是呢 它就是全部綜合在一起練習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要怎麼畫 然後呢 所有的筆 那個筆觸 方法 你就會用少 但是這些就變是要慢慢練習啦 那我也會不厭其煩的提醒大家 所以大家放心 大家只要不要覺得我很煩就好 好 那我們現在畫到下面的草 現在有一點點在勾勒一點點的細節 好 跟橋的一個銜接處 銜接處的一些雜 雜訊 好 跟著你的構圖走 好 然後樹幹上面的一些質感稍微抓一下 好 這邊的話稍微給它一點點顏色 好 為了線條不理亂 我們基本上我們 我們就是有時候上色統一的一個方向 方向的感 好 那這邊大致上的感覺完成 好 一樣 這邊上面有一點點樹葉的感覺 我們也抓一下 抓一點點 好 要抓樹葉的時候 不會抓的話回去看課程喔 上面的話基本上我們就淡淡的過了 連樹葉的感覺都淡淡的過 然後淡淡的刷一層 好像有一個體積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一點點有沒有 一點點 好 那重點還是回到這橋這邊 所以那個石頭的部分 石頭的部分還是要做一下 盡可能的 不要畫到後面是 就是很規矩喔 很規矩很醜喔 好 然後 最上面的橋面 其實它現在這個橋面 我有點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真的有 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可是呢 現在是硬著頭皮把它畫完 因為它這個 這個是放大的 它上面到底是什麼 我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剛剛在前面三十分鐘 在畫寫生的時候 我就說 如果你是在現場的朋友 如果你是在現場的朋友 也就是說我們去寫生嘛 那你可能在現場 你一定要對你的 你要畫的東西 你可以去做一個 你稍微走一下 稍微放鬆一下 然後去看 去看 去看它到底是什麼 上面只是這樣帶一下而已 因為我也看不太清楚上面是什麼 然後盡可能就是不要 因為它這個石頭就是一顆一顆的 不對稱 然後你不要畫那麼明顯 帶一下 帶一下 現在都還是很感覺的東西 對不對 很感覺 然後這邊不夠 這邊可以多加一點點 這樣 這樣 好 然後回到這裡 這裡是那個樹 樹下面 樹下面的一些草的部分 你可以加上去 加一點點質感 下面的這個顏色 你都不用去查它 下面剛剛 剛剛一開始我們在打構圖的時候 那顏色你都不用去查它 好 這中間有一些石頭啊 什麼的 一樣 你的原則就是 不要剛剛好畫上面一顆下面一顆 什麼叫上面一顆 你不要剛剛好畫成這樣 一顆石頭 兩顆石頭 三顆石頭 這樣 這樣就很醜啊 要有一個變化 在畫的時候就是要 有大 有小 好 我現在在畫這個黑色的部分 其實不是石頭 是它的陰影 好 用顏色 然後越下面的部分 越重 顏色稍微沉穩一點 那樹的部分就不要去壓到這邊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這邊 好一直到這邊 這樣 後面的樹 後面因為是影子 它比較是剪影的感覺 感覺 所以 稍微用手 戴一下就好 這樣 先戴一下 前後 好 前後的關係 後面的空氣 空氣白白都沒有關係 做出來 好 回到這裡 前面這石頭 這裡有一點點突兀 然後這一顆石頭下面 加重 用塊狀的方式去畫 還不用用到太瑣碎的 可以加一點質感 點點點這樣子 好 這邊順勢我剛剛做了一顆石頭 好 一個小撇破就是 當你要畫寫生的時候 像你看這石頭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它陰暗面 你就從暗面開始畫上去 然後 你就不要去框它的上面 你框它的上面就很假 對不對 除非是真的很 那個石頭很大顆 一定要很明顯 不然的話 我們都是從下面去抓一個形狀 所有都這樣子 抓它的陰影的部分 去做層次 好 好 然後這邊 前面的草才會重一點 它這邊 最左邊有一個很雜的 可能是樹幹吧 我也看不太清楚的話 我就會省略 省略的話 你自己還是要把一些 應該補滿的部分 稍微補一下 譬如說石頭啦 好 注意石頭真的 不要畫得太對稱 很難看 好 然後 回頭來這邊增加重一點 回頭來這邊增加重一點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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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來這邊增加重一點 它後面有一根樹幹的剪影 那一根樹幹的剪影我就省略 有沒有 樹洞 樹洞 這邊樹洞有沒有 有樹幹的剪影 因為 當你畫那個東西的時候啊 你必須要考慮你在寫聲的時候 然後 然後 觀眾 他可能 他是 之後 他比如看你的畫展啊 他可能 呃 他可能 呃 透過什麼 其他的部分去看的時候 他根本不會認得那個是什麼 所以 請你在畫的時候不要把一些 人家 不認得的東西畫進去 舉例喔 就是說 譬如你看到了一個 廢棄的洋娃娃好了 然後 他可能躺在這邊 你要嘛你就真的去描寫那個 絲廢棄的洋娃娃 然後畫得很清楚 如果你又畫不清楚 然後呢 你這邊擺了一個人 那很可怕 很像那個有沒有 屍體 所以千萬千萬注意 不要這樣做 好 我現在基本上呢 把 把 把一些層次把它抓出來有沒有 我們現在越加越深的時候 他這 這中間這邊的層次就出來了 但我沒有跟他一樣 他是我的一個素材 參考的 然後我要畫我的畫面 所以 你這樣才能夠去 掌握你 你的時間 你要畫什麼東西 不要抄 抄 你永遠抄不完 這樣 然後 這邊 我們現在有沒有 越畫越往前面 我們先把後面這邊有沒有 解決 越外面的 你其實就會是 越隨筆 越 怎麼講 他的筆觸就會越放 越裡面 越多細節 越精緻 那這樣子 整個畫面的感覺 就會相當的美 好 我們今天 沒有辦法講到影子的部分 因為我們沒有呈現出來 那 我如果加的話 我怕各位無法理解 其實是可以加影子的 加影子會讓他整個畫面更 更有魅力 但是呢 我 我這一次就先還是按照他原本的東西來處理 好 越畫越前面 那後面的話 我們後面先把它 大致帶 帶到就好了 好 那當然在畫的時候 有一些 重點的部分 我們稍微去 加重 加重 怎麼樣可以讓你的這個石牆看起來更好看 我們就怎麼去加 好 當然 原始的還是要以你的這個構圖為主 好 我們剛剛說水 是最白的 所以橋的話 我們可以再順勢 稍微再加暗一點點 加暗一點點的話 它其實 會有一種 比較重量感 而且一種古舊 古舊的感覺 古舊的感覺 好 我們可能這邊稍微 稍微給大家一點點 因為 越來越遠的草地 的感覺 不要說全部就白了 白掉 對不對 這地方這樣就會比較美一點 它有質感 有層次 尤其這個凹槽的部分 強調一下 尤其這個凹槽的部分 這樣 好 這個是前半部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把 這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就強調水 好 我先畫到這邊 然後我來看一下我的 好同學朋友 有沒有睡著啊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什麼叫展藤啊 我是展藤 展藤 你是展藤啊 因為我是看上面的名字啊 好 然後 我畫圈圈畫的亂七八糟 都是從亂七八糟開始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好喔好喔 沒有睡著喔 好 我不能說太多 好 啊 學 你是我學弟嗎 看一下 那是誰 因為我沒有看到照片耶 然後又是英文 我不認得 你叫我學長好 我不知道是誰 好 我不能再跟你聊天了 好 來 繼續喔 我們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往下 你看下面有水 我們現在從下面往回走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先把 那 我們剛剛講說 比較遠的地方比較深 比較近的地方比較涼 那水一樣 我們可以在後面這個地方 稍微加重一點點 不用不要加重太多 加重一點點就好 好那水的特性呢 它的反光是比較強烈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再擦出一點點的 光線 好前面的話當然是另外的處理方式 好這裡 好拿起我們的橡皮擦 然後把它弄尖一點 把它弄尖一點 好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注意看喔 差一點點 有沒有 好啦 水嘛 所以它的那個亮點是比較強烈的 你要擦出一個弧度的層次的感覺 這邊也是 這邊 好那這樣就有一個階梯感 有沒有 好 我們再用筆稍微的去 抓出來那個 這個筆比較深 這邊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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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重 這樣子水就流下來 有沒有 流下來 好啦 當然你上面可以加一點點小雜質 這樣 上面就不要再去動它了 再來就是這邊也是 這邊水這樣往下 往下流有沒有 有時候畫到後面會有一點漫畫感 其實漫畫不是不好 因為漫畫它幫助我們在 你寫實跟 認知之間它抓到一個 一個可以讓我們很理解的東西 就是漫畫 就漫畫它看起來不是真的 但是你知道它在畫什麼 然後呢它又用線條表現 它又不用用到光影變化 所以有時候 像譬如說水紋 水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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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用漫畫的形式去表達 偷偷的去放進去 水在流動 好來 加個石頭 再看一下 這個位置我們要加割 大石頭 這裡 好這邊加 加石頭 好我剛剛講說 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用陰影來表達 來表達石頭 這邊石頭 好然後 前面一樣我們再給它一顆石頭 然後 水 水這邊 水這邊有石頭 好很多東西啊 因為它是一套的 所以你看前面你就會知道後面 有很多的細節我們做到前面就好了 你細節做到前面的時候啊 這邊的石頭我們保留 人家就會想像後面是什麼東西 所以啊 像 譬如說我們這邊有一顆石頭 然後石頭下面有水波 然後石頭下面有水波 我們只要前面表達清楚 人家就會覺得後面也是這樣 好來 石頭的邊邊我們稍微擦一下 你看 擦出你一個水 這樣 好 那當然這旁邊你如果不做的話很奇怪 旁邊真的不想 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會有一些 小雜訊 這些小雜訊呢 這些小雜訊呢 我會用塊狀的方式 很像我在畫草的樣子 我之前有教過草 怎麼畫 就是這樣畫 然後石頭我把它加上去 石頭可以不用這麼的規矩 好 然後一樣下面 我們等一下會運用漫畫線 運用漫畫線來表達 好像水這樣子流的話 這邊會有一點點 弧度 然後呢 水到 這邊 這邊坡度 我這邊會想要做一點點水坡的感覺 然後這個線條都漫畫線 對吧 漫畫線 然後這邊有一點洞感 所以你加一點點 水 水坡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加一點點水坡 這上面也是 加一點點水坡 好啦 注意線條 它往下 這一邊的話你必須要去加一些東西 好來 我先把這個趕快處理掉 這個當然不能只有這樣 我們當然到前面你可以不是它的重點 你可以用筷狀去表達沒有問題 可是你還是要處理好 尤其進到水面的時候 然後 它石頭的感覺還是要有 好我們趕快拉回這一邊來 那這一邊的話我們先給它一個 簡單的 簡單的 簡單的石頭這樣 它這樣整個肉圖應該是比較好看的 從上面 然後到這一邊這樣 好 這邊有一個石頭 其他就是用草來覆蓋 其他的 好前面的話 很 很雜 所以前面的話我們稍微淡一下就好了 好這邊的話一樣 就是讓它切幾個塊狀 然後有些是用樹葉來覆蓋 好線條我覺得到這一邊就OK了 好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們先打個陰影 去把整個 整個視覺還是要做一個 整理喔 好 像我前面這個水的部分 現在一樣我會給它一個 底色 但是我等一下還是會用擦拭的方式 讓這個水的一個高光出來 尤其是 尤其是你瀑布往下 往下的這個點 這裡 這裡一定要高光 好 那這樣子的話它才會 像 然後水紋 水波紋 水波紋 水波 然後點狀水波 我們也觀察一下水波的感覺 好然後越來越淡 到旁邊這裡 這裡淡 淡掉 好然後漸漸的 deserve 好然後上面 石頭上面 好石頭是一個比較硬的東西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的 顏色可以下重一點沒有關係 但是要注意你這個後面的銜接點 就不要去畫死它 運用一些筆觸來做不同 不同的質感 有跟著畫嗎?同學 對 要跟著畫印象才會深刻 有時候並不是說你一定是 一次要畫到位 是說 當你在畫的時候 然後 你自己會有收穫 你自己會得到 一個 新的 對畫畫的感受 我只是邊畫邊講 讓你去往那個地方去體會而已 好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稍微 修一下 不要這麼凸 我們可以有一個凹的感覺 它的整個層次 就會出來 那我可以在 這個部分做一個界線 我們刻意在這個部分 去強調水跟 陸地 但沒有這麼明顯的區隔 我只是用線條 稍微 強化它 但是不要 不要太重就是 去強化 隱隱約約去強化 去刻畫它 好啦 當你畫 你有做一些取捨 然後畫成你的畫的時候 你必須要在構圖上面去 去 調一下 譬如說有時候你在旁邊 你要為了要對稱 或者是為了要讓它的 線條感可以更平衡 有時候你會故意做一些 是 照片沒有的 純粹 純粹 純粹是為了構圖 好看而已 它並不是一個什麼東西 甚至加個什麼石頭 石頭的感覺 顏色 是後面在整理 後面在整理 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 做一下 譬如說上面有一點青苔 還有後面的這個 草叢可以加中 加中 然後呢 最後你整體 你的整體 可以去 稍微用 線條去統合一下 就是 整個在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橋的下方 加中 對不對 好然後 遠方加中 然後 近的部分 它就會放 遠方加中 近的部分 就會放 好然後最後 再用橡皮擦 把 一些要強調的部分 把它擦一下 剛剛已經擦過了 然後我會故意加一些漫畫線 好 最後好像在複習一樣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最後複習一下 我們該怎麼樣去收尾 該強調的線條 好 然後如果說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會拉出來一點 讓它有延伸 這樣 顏色也是 顏色也是 有時候 某一些筆觸可以讓你看起來更高級 所以你可以試著去嘗試 然後 當然有一些像這顆石頭剛才太亮 我試圖讓它壓暗一點 然後有一些層次 就是路上層次 做一下 做一下 這樣 好 這邊 好 再次強調就是說 當 之後別人在看你的畫的時候 跟這張照片是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在呈現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 好不好 這樣 好 今天大致上 我們 當然你還可以再做更細膩的一個刻畫 我所謂刻畫一樣喔 並不是造刻 而是 你透過 你原本的想法 你的構圖 什麼的 把這個石頭各方面的 再去做一個呈現 然後 水啊 流動的感覺 再讓它加強 像這裡 這裡的話其實可以再加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不要純粹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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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複習一下 就是說 當你在畫一張圖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點 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 畫圈圈啊 畫線條啊 然後呢 好像是在 對這張紙 去做一個氣氛 有沒有 背景音樂 的感覺 然後把深淺的 線條全部放進去 慢慢慢慢的 這個線條會帶動你的空間感 然後你順著這個空間感呢 就把 這個物件 它的元素 加進去 你的畫面 然後調整你的構圖 你覺得怎麼樣好看 怎麼擺 好 完了之後呢 慢慢的 把重點的部分 再去做一個刻畫 然後從中間 放散出來 然後 在畫的過程當中 要注意 你的初衷 不要去刻 好 好 那所以 最後就會呈現出 你想呈現出來的作品 今天就到這裡啦 有沒有很簡單呢 畫圖要很享受啦 就是說 我們在畫的過程當中 就是一種 你如果在大自然的話 就跟大自然一種互動 然後把你的想法 丟給大自然 然後呢 你把它畫出來 有沒有很棒的一種體驗 我們看一下 老師 為什麼你的橡皮擦 不一樣啊 我也是 我也是這種啊 哪裡不一樣 一樣啦 哪裡有不一樣 軟橡皮就長這樣啊 有另外一種是怎樣 你講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一樣 這兩個 如果你要說不一樣的話 這兩個確實是不一樣的牌子 這個是 這是德國的 它特別的軟 特別的黏 然後正常是台灣的吧 它比 它 稍微比較不黏 這個 那 它跟它比起來 沒有差多少錢 好像差個五塊 十塊 忘記了 所以不會差很多 如果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一款 它買來就是這個顏色 它不是白色喔 它買來就是這個顏色 它越差越黑對不對 它原本就是這種 深 深 深灰色 對 蠻特別的 如果要不一樣的話 是這個意思 你眼睛很利耶 你怎麼知道不一樣 我看看 好 最後最後 來 來 我來 呃 好 好啦 最後 我剛剛已經重點歸納了 就是說 你 呃 第一個要素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素描的時候 你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的目的 是要畫得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會覺得 很可惜 如果你的目的呢 你是為了要去練習 你所看到的東西 然後描寫的方式 你的手法 我覺得是比較理想 好 然後 好 今天大致上上課到這裡啦 最後最後 來 好 嗯 我每一次啊 我 嗯 我之前我會把 呃 就是 Youtube的影片 然後再上傳到YT嘛 那 我 我這一次 我我盡可能的就是 我覺得可能 我 我會再上個字幕 因為這樣的話 呃 你們在看 的時候會比較好 好看得清楚 上字幕 這樣子 所以呢 也 也請大家 就是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還有YT 我YT都會 可以定 定期的分享一些素描的畫 畫 畫法 然後還有它的流程 那 呃 你看久了那個流程 你就會了 好 那 我現在人數很少 請幫我分享出去 幫我訂閱 拜託 拜託 好 畢竟 畢竟這個流量很重要 有流量 然後它才能夠觸及到更多人 好不好 好啦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然後 大家要練習喔 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然後我會會整 然後 每個禮拜五 晚上 都要來上課好不好 好 就這樣啦 拜拜 拜拜